第一就是在第五波疫情開始之後 我們將一共九個國家向他們實施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 已經不合時宜了 因為他們的疫情不比香港差 而且大部分回來的都是沒有什麼病徵的人士 但是如果繼續有這個地區性航班熔斷機制 就會令到大量滯留在九個國家的香港人帶來極大的困擾 這個困擾的焦慮我們是完全明白的 第二就是一般認為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採取對於入境本土人士的檢疫要求 是比自己在本地確診人士的要求 或者是確診人士緊密接觸者的要求 無論是隔離的要求或者檢疫的要求 都是更加嚴苛 這個就會影響到香港的營商環境 尤其是周邊的地方歐美的地方 已經是從一個放寬的方向來做 由4月1日起實施以下的措施 適用的範圍是所有 所有從海外抵港人士 換句話說 不再將海外的國家或地區 再劃分為A、B、C 事實上今天都沒有什麼是B、C 很多都在A的組群裡 這位抵港人士 暫時第一階段一定是香港居民 而是完成了接種疫苗的香港居民才可以上飛機 一般來說完成接種疫苗 是獲認可的疫苗打了兩針 第二就是這位香港居民登機時 是需要在預定起飛前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的陰性結果證明 這一向是有這個要求的 而且是預先訂了一間檢疫酒店 至少七晚 第三 他回到香港國際機場 要做一個檢測代行 英文是Test and Hold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去找一個更快速的核酸檢測 不需要四、五個小時在這裡等 如果這位抵港的香港居民在機場檢測的時候是呈陰性 我們便會發一個十四天的檢疫令 十四天的檢疫令是那個標準 即使在香港接受檢疫的確診人士 或者隔離的人士都是十四天的 這位人士便會乘搭專車 去到他預先訂了的指定檢疫酒店 在檢疫期間每天要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我們希望提升我們的服務水平 所以剛才所說的防疫的服務包裡 有足夠的快速抗原測試 這些服務包我們也打算在國際機場 派發給抵港的人士 不用他自己到處去張羅 這些快速抗原測試包 除了每天做這個快速抗原測試 至於他在檢疫酒店的第五天 我們需要做一個核酸檢測 來確定他真的沒有感染 如果他一直住到十四天 那麼第十二天又再做一個核酸檢測 這是慣常在檢疫酒店有的安排 是上訪幫他採養做 所以沒有帶來不變 這裡是最重要的 如果這位在檢疫酒店裡進行檢疫 儘管他的檢疫令是十四天 但如果他在第五天的核酸檢測是呈陰性 第六天、第七天的快速抗原測試 都是呈陰性可以提早離開這個檢疫酒店 這個做法和我們現在適用於 本地的確診人士的隔離安排 和本地的緊密接觸者的檢疫結束的安排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這位抵港的香港市民 如果選擇提早離開 其實第七天就完了 之後是要接受七天的自行監察 但是可以離開家裏做正常事務 到了第十二天的時候 麻煩他去社區檢測中心 再進行一個核酸檢測 來確定他在檢疫期間 在酒店裡都沒有被感染到 如果有些特別的個案 他說我既然是一個十四天的檢疫令 我就不選擇提早離開了 繼續在檢疫酒店逗留 到第十二天就會在酒店裡進行一個核酸檢測 檢測呈陰性在十四天完成了強制的檢疫 在整個過程裡 一位抵港的香港居民 如果他在檢測代行 即在香港國際機場檢測代行的時候 他的核酸檢測是呈陽性 又或者他在檢疫酒店的第五天、第十二天 亦都是呈陽性 又或者他在每天快速抗原測試的時候呈陽性 他就需要離開這間檢疫酒店 我們轉送到一間社區的隔離酒店 因為檢疫酒店不應該有感染人士在這裡住的 因為有風險 所以他情報了之後 我們便會安排送他去一間社區隔離酒店 而戒時他就不再是一個檢疫令 他便是獲發一個隔離令 便要完成隔離的要求 而隔離的要求 與本地進行隔離的人士是完全一致的 一樣是第六天、第七天做完快速抗原檢測 結果是陰性便可以完成隔離如常生活 第十二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